尿频和偏头痛 这两件事不稀奇吧 但是今儿呢 也要给大伙说的是 奇怪的尿频和奇怪的偏头痛 光奇怪不怕哈 怪就怪在 它们背后的指向 可都是要大伙命的大病啊 莫慌莫慌 咱先说一说这尿频哈 据统计 尿频的发生率可是在12.5% 一般广告都咋说的 尿频尿痛尿等待 他仨好像总是不分家 但是这奇怪的尿频 可就不一样了 心跳忽快忽慢的时候 坐不住就爱倒灯厕所 心脏和尿频神通度 会不会是错觉啊 巴干得打不着啊 我细品 但凡今天心脏挺舒服 好像厕所也去的人少了 可我这尿频它都不疼 也没有尿等待 是啊 接着这位的话说哈 尿频和心慌的搭伴出现 而和这个尿痛尿等待拆了活 这种不走寻常路的尿频 莫不是特例吧 其实不然哈 您赶紧看一看 我手里举的小牌 啥意思啊 四分之一 咱先留个悬念哈 接下来呢 咱再说一说这个奇怪的偏头痛 一般的偏头疼是啥样的 但是一点也不讲武德呀 来去一阵风 而这个奇怪的偏头疼呢 心理者还真是摸到了规律 有规律啊 拎点沉东西就偏头疼 累不得 我是便秘啊 和偏头疼如影随形啊 莫非这就是别的吗 有规律的偏头疼可不挺奇怪吗 你说这这样的人多吗 那还是这个数字 四分之一 不过和尿频的四分之一不一样 这四分之一到底是啥意思呢 咱还是一会儿到节目的现场 听专家解释吧 那您刚才也听我说了 奇怪的尿频和偏头疼 弄不好啊 都有可能要命 他们到底是怎么奇怪的 咱们看到了 那怎么还可能会要命呢 尿频和心慌是大半来的 一拎这个沉东西 或者是一变秘就偏头疼 奇怪的这个尿频和奇怪的偏头疼 其实是我们有两种疾病的 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证果 那这两种病很严重 如果说我们要是发现晚了 确实能导致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 是一个自命的一个问题 奇怪的尿频和偏头疼 它俩应该是扒肝子打不着的了 那我们就应该从这个奇怪 这两个字入手 这个奇怪的尿频和心慌大半来 我猜可能是心脏一些问题 奇怪的偏头疼 一拎东西呢就感觉到疼了 那不就是累吗 那我觉得跟心脏那是有关系的 触发的同一种 可能要命的应该呢 也是心脏上的某种病 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 但是呢我们说到了一半 奇怪的症状 然后跟心脏还有一定挂钩 那一定是跟心脏病是有关系了 两个症状都是不同的心脏病的表现 但是呢 它最终也导致这种严重的后果 实际上它不是在心脏上 可能是会导致的是脑梗 你看见没有 奇怪的偏头疼 奇怪的尿频 最后呢这里边说致命 都指向致命 然后呢里边又有一个转折 好了跟心相关 对吧 跟心相关了还不算转折完 接下来还不是心出问题了 而是出现了脑梗的问题 导致脑梗啊 它一定是有一个血酸酸子 它的来源上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呢是什么呢 就是我脑子血管的本身的这个部位 形成的血酸 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原位的血酸 比如说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动脑状硬化性疾病 就是我们本身脑血管疾病 高下糖尿病啊 脑子血管本身形成动脑硬化了 然后它血管窄了 然后形成血酸 那你这个是我们常常说的 就原发性的脑更窄啊 那另一部分呢 它是什么呢 就是别的位置来的 掉到了这个脑血管上 就是我们其他部位来的 我们就是一个外源性的血酸 导致的这个酸彩 就是酸子是脱落到脑血管了 我们把它叫引元性的注重 我们找不到原因 不是脑血管的疾病 其他原因 其中有五分之一来自于的心脏 就是好多心脏病呢 它是可以形成血酸的 这个血酸一旦掉下来 堵到了脑袋 那就可以造成这个脑梗塞 你想心腔是很大的 那么它形成这个血酸的斑块 它这个造成的这个堵塞呢 就取决于它脱落的斑块的大小 如果我们心腔里掉下来是一个大的这个酸子 可能会酸塞到相应的一个脑子的血管 一个大的血管部位 那么它会造成大面积的梗塞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外源性的 西元性来的这种酸塞 它会比你原味的这种血酸造成的梗塞的范围更大 造成的制裁率更高 自死率也更高 直接的这两个症状 这两个疾病呢 它们都是能引起血酸性的疾病 然后脱落之后酸到了脑血管 所以最终它们可能尽管是两个不同的病 但它可能导致一个非常严重的共同的后果 就是脑梗 那我就明白了 这个尿品 奇怪的尿品 奇怪的片头疼 都是心脏出了一些异样 而引起的一些感受 对 然后这个感受 如果你吸了马哈不注意的话 可能最终的结果就是脑梗 分析得非常正确 别吸了马哈的呀 这个警报都发出来了 咱们得注意呀